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災惡級 那這邊帶大家用究極裝甲艾克斯 這個是解雙城救的隊伍 好 不好意思 到今天早上才發 因為昨天一直沉溺在那個 聖鬥士跟冥界篇 欸不對 我在講什麼 神魔之塔跟聖鬥士冥界篇合作的那個喜悅之中 好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首消指定combo 那分別是567 這邊你要先殺哪一隻都無所謂 反正前面幾回合 基本上 我們就是讓一罐跳起來就好 所以你要先殺哪一隻都沒關係 有些人習慣轉5 有些人習慣轉6 那再厲害一點的 你要轉7去把他帶走也都OK 那一罐前面幾回合 想到就是給他開下去 因為一罐這個-CD非常方便 而且他可以直接幫你累積那個行動值 那機械族特性這個行動值 如果有到達100%之後 那個扶石的兼具效果 還有全隊會再有額外的倍率 這樣子是打起來會比較順一點點啊 好 那這邊我帶走7的 其實算蠻意外的啦 我本來是想轉個6 結果不小心轉到7了 好 那這邊100%之後 你就可以把吸格馬開下去 對 這一關其實就跟一封的災惡級一樣 都有手電筒 那手電筒這種東西基本上 能避免就避免啦 我覺得玩遊戲還是以開心為主 像這種會特別傷眼睛的東西 你如果是用神竹隊就帶個月讀 用機械你就帶個吸格馬 減輕一下自己負擔啦 不然其實生活已經夠累了 打個遊戲還要這麼累 太不值得了齁 好 這邊衣罐一樣給他開下去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隊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劇本 反正 這一關血很厚 然後常常需要大爆發 那大爆發的前提是什麼 就是 假面騎士滅 不然就是究極裝甲艾克斯需要開下去 那這個衣罐剛好可以符合我們這個條件啦 就是機動性要比較高一點點齁 這邊第一關就帶走 這一隊大概打二十幾分鐘啦 來 第二關這邊不能手消光跟不能手消火 那因為我在測的時候已經是大概半夜了吧 可能有點 精神不計啦 所以 有些地方會有失誤 還請多多包含齁 那基本上我帶給大家是比較穩定的劇本齁 好 那第二關不能消火光 對 你看像這邊我就一個失誤 我以為他是不能消火木還水火 忘記了 反正 我就是不小心去消光這樣子 好 那這邊是能力繼承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幸被繼承到 那你就把 究極裝甲艾克斯也補下去 好 那這邊你要用什麼珠子放手都可以 反正 隨 欸 水 光暗星 對 水光星暗啦 隨便一種放開都可以 你不要去火木放就好 四種裡面 你應該蠻高機率會抓到那個吧 六種裡面的珠子應該高機率會抓到其中四種的一種吧 你應該不會這麼剛好就去抓到火木 因為火木他是沒有間距 這樣整坨掉下來就比較可惜一點齁 會多一糠 但是效益就不高 因為沒有什麼增傷 來 接著二三盾的無屬 這邊的話用假面騎士滅去無視無屬 那我們只要轉隊二三就好了 那這邊有希格瑪的牌珠啦 所以也不用太慌張齁 那滅開下去有一點要特別小心 就是他前五顆會變成暗牆齁 好 那這邊因為我想比較久一點啦 我有跟大家講過吼 無屬盾 平常遇到就很討厭了 強化盾更討厭 那再來就是最討厭的二三盾 結果他這邊一口氣全部在一起 真的是 以為這盤大雜燴是不是 好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轉 五乘三加四乘二 這樣子 二三 那就用假面騎士去破齁 OK 對 那這邊就是我剛說的大爆發的部份 好 再來是 電擊盾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把滅變身下去 剛剛抓角色珠的那個負面狀態也會直接消失掉吼 好 那這邊我犯了一個很重大的錯誤 我忘了去電擊他了 所以傷害沒有辦法完整打出去 好 那這一關要特別小心吼 你不要去撞到那個毒物 你都有牌豬了 應該不會這麼 這麼白目去撞那個東西吧 因為你撞了你左上角的buff就會不見吼 這邊如果你有去電擊到他吼 那個滅那一下界王拳 A過去 就死了 但是因為我自己這邊失誤啊 真的打到有點恍神 那這邊我最後才電擊他 所以這一回合我會用龍科來補救吼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個劇本看起來 應該說這一個影片看起來比較長的原因吼 這一隊其實我自己打二十幾分鐘 正常人打應該是十幾分鐘就可以解決了 對 因為我真的失誤太多地方了吼 那這邊一樣就是去把他排一排 阿記得不要撞到毒物 因為你撞到毒物這邊 你有一個buff就會被擠掉 除非你覺得沒差 好 那這邊就是路過去把他變成強化珠吼 好 那我這邊就是把龍科吹下去啦 其實應該也可以不用吹 那個暗枕頭掉下來 之後又有天降一串暗下來 理論上來說夠啦 那這一關的劇本就是像我剛剛說的那樣子吼 如果你有消到的話 滅基本上一個人就A過去 就是你要記得開電擊 我就是忘記開電擊才會把這個劇本弄得這麼 這麼的悲慘吼 好啦 這邊就直接帶走了吼 好 再來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是弓前盾加光暗盾 那這邊前面幾回合你可以不用太去 動很大力啦 反正你就是去把三屬消一消 因為他這個是光暗盾線 那如果可以的話也盡量把星消一消 因為他打過來會 把你的星瘋化 那你撞到就是扣1萬5吼 好 那這邊前面幾回合是因為那個 西哥瑪效果還在 所以一定要花很多秒數 那這邊的話就稍微耐心的跟他 高筊 耐心的跟他交培一下下 反正你就是去把三屬消到 消掉 把三屬消掉 好 那最後一回合他要打你的話 就不用轉太大力了 因為你的西哥瑪這時候應該是也消失了才對 你就專心去把珠子清一清吼 好 那我這邊是選擇清新珠啦 這樣子的話被瘋化就只有一顆吼 你還可以抓角色珠直接把那個瘋化解掉 好 這邊再把西哥瑪 喔 對 這一關要特別注意一個點 就是西哥瑪一定要確認狀態有沒有在 我常常 應該說很多玩家 常常就是 以為是排珠 然後就 欸 西哥瑪效果在 他不是常駐吼 他是 三回合制的 所以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 這邊有把究極裝甲艾克斯也補下去 反正就是 吹大力一點就對了 然後盡量去把珠子都弄成強化吼 有兼具的珠子都強化 這樣是最好 對 然後你看 我又失誤了 這邊又不小心消到木 那 就是 再多花一回合 好不好 可以發現我失誤 這一隊只要一失誤 你就要再花很多時間補回來 因為 除了轉珠秒數啦 因為你現在是排珠嘛 然後再來就是 招式那些又要再重新開一遍 好 這一關是光暗強化 要記好吼 對 那你也不要就是 嚕太爽 光暗沒有嚕到變成強化 這樣就也比較可惜吼 好 那好在這一隊機動性還算高啦 一罐 然後 減CD 然後整關也沒有擊碎龍科之類的 雞巴敵技 所以這一邊就是慢慢耗就好了 這一隊我覺得算是很穩啦 如果跟這一次的聶索伊相比的話 最穩應該還是聶索伊 那再來就是救急裝甲艾克斯了吧 剩下應該都是打到爆氣的隊伍啊 好啦 那這邊最後有疊到 OK 這邊就送他過去啦 好 再來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的話是那個吼 兩隻大狼人 那這邊的話就跟剛剛的 類似啊 不能消火光變成不能消水木吼 好 記憶中我這邊也是 對啊 不知道卡到還是怎麼樣 又去消了水還是木 有點忘記 好 反正就是 對 大半夜的真的太耗神了吼 欸 結果我沒有消到欸 這一邊我是正常人 好 太好了 這邊就盡量去疊吼 如果覺得傷害可能會不夠 就把救急裝甲艾克斯補下去 我剛剛雖然疊到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右邊那隻先死去了 那這邊就是各種在補招下去吼 救急裝甲艾克斯 反正你覺得傷害不夠 要嘛補甲面騎士滅 要嘛就是補救急裝甲艾克斯 因為剩下三隻 基本上沒什麼作用 他就是讓你 減傷 不然就是 BUFF吼 他沒有辦法處理你的版面 或者是 讓你做一個即時的增傷 好 OK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六關 好啦 打過一半了 已經打過一半了好不好 來 第六關這邊火焰地 欸 這個不是 這個是灼熱地吼 今年最討厭敵技沒有之一 好 那這邊就把救急裝甲艾克斯補下去 這個灼熱地是扣一萬的啦 所以沒關係 救急裝甲艾克斯血很厚 我大概試了好幾次的劇本裡面 只有一次 應該有超過那個哦 我想一下我試了幾次 應該有十幾次哦 只有一次不小心死在這一關的惡血 剩下基本上都是給他爽爽 燒 燒不死啊 好 惡血就是變成扣血100% 然後四個灼熱地 一樣 把那個補下去吼 救急裝甲艾克斯 如果沒得補就用假面騎士滅也OK 好 那這邊你不要怕燒啦 就是都給他 反正要死 那就死吧 好不好 那剛剛因為沒有救急裝甲艾克斯 所以先用滅頂著 那接下來就是補救急裝甲艾克斯下去了 他枕頭會天降 枕頭這樣掉下來 但是你不用害怕 就一樣直接轉就好了 那甲面騎士滅的前幾顆會變成暗牆 就用這個來製造攻勢吼 只要消水光暗星 都有艱鉅吼 就只有火木沒有 對啊 其實你剛剛看那樣子還天降了一串下來 也是沒有被燒死 就差一點點而已 好 再來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是紅綠燈 然後第一階段是大魚等於八康 第二階段是手銷指令八吼 那這邊因為你有排珠啦 所以 這邊是可以拉角色珠的吼 那八康就是盡量去排啦 好 那記得就是把珠子路程強化 這樣會比較順一點點吼 好 這邊好像沒有打到第二階的樣子 欸 有 這邊有 好 那就是 直接再把希格瑪補下去 其實這邊有希格瑪就算他變第二階攻擊四倍 對你來說也絲毫不影響吼 完全沒有 一個威脅性在 因為希格瑪減傷太威武了 好 那這邊變成手銷指令八就一樣去轉吼 好 這邊要補那個舊愛吼 這樣子傷害才比較足夠 OK 這邊就帶走了 好 再來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是符石騙你 這邊 記得記一下新珠的位置啦 如果這邊如果 應該說如果你沒有記到也沒有關係 你就去手銷 反正你現在希格瑪減傷效果還在 如果不在 真的要記 好不好 要記 第八關就是一個暗號 聽到八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齁 好 那這邊的話我的暗是變成 我的新珠是變成暗珠啦 所以這邊就是去疊暗珠齁 這邊是鎖技加鎖攻五回合 然後會符石騙你 好 還有三回合解鎖 那這邊等待解鎖的期間 你不用去轉滿這個隊伍技的秒數 喔 對阿 這個是救急裝甲艾克斯的玩法 剛剛還來不及跟大家提一下 反正就是盡量去把秒數用完 他會觸發不一樣的隊伍技 你大於等於六秒結束轉租 會追打五鼠 隊長會追打五鼠 那再來大於等於八秒的話 他會把你整半轉成機械符石 正副隊長都會追打五鼠 所以龍科累積算很快 好 這邊你撐到最後一回合 就可以用衣罐來回血了 那就隨便送給他一坑就好了 然後把秒數用完 因為要讓他轉機械珠 我們準備要進攻了齁 好 這樣整半轉機械 然後再把希格瑪補下去 然後舊艾也補下去 好 補下去之後就是用力轉了齁 然後這邊稍微去疊一下你的新珠 剩下就隨意 好 盡量都把他嚕成強化珠 因為強化珠大概有1.5倍的增傷 那種族珠大概是1.8-1.9 好 再來二血是回復顛倒 好 這邊完全不用擔心 你就大力去轉吧 因為機械的回復力本來就很低了 所以各位 這一關就是機械的好處阿 完完全全不用擔心逆回的問題 因為根本也回不死阿 好 那我這邊稍微去疊珠 其實有開舊艾的話就盡量不要去疊珠啦 手銷的話會好一點齁 好 我這邊好像沒有帶走 等一下會再多花一回合 這隻洛基血也很多喔 你可以看到我已經打破百翼了 還沒帶走他 那這邊你用衣罐來回血 不在那個回復顛倒的範圍內齁 所以 一樣 安心 好 要盡量去把珠子路程強化 這樣子才 傷害比較確保齁 好 接著來到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的話是凍結水 但是因為場上是機械竹符石的關係 所以他不會被凍結齁 那記得不要手銷到水就好了 這邊也是這一對的好處之一啦 這邊不會被冰凍 你就不用再想盡辦法去疊那個冰凍珠 因為這一關照理來說是 你被冰凍的珠子越多 他的傷害會越大 就是你每回合都要去疊那個冰凍珠很麻煩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不用 只要去疊水就好 而且還不一定要疊 好 這邊這一關不要開招喔 因為我們等下所有招式 都是要扣在王關的時候用 這一隻他打不死你 所以慢慢跟他耗就好了 不管怎麼樣絕對不要失去耐心 在這一關開招 因為 你會輸 好 來這邊的話帶走齁 那接著就來到王關 王關這邊就比較麻煩一點點了齁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一下步驟 我們會用假面騎士滅的惡技 來讓他掉暗根星下來 做一個增傷 那一開始先瞄準日狼 因為我們主要打暗屬性出去嘛 好 然後把最下面的珠子 最下一橫行的珠子切開 不要讓天降的時候可以消到暗禍星 你像我這樣子排列 你用暗星以外的珠子去當最下面那一排 然後也不要消到 這樣子才能確保他打單體傷害出去 不然你如果兩隻一起打死的話 官方直播的時候有跟大家講了 這個是有點 反向的雙體共生啦 反正就是一次只能打死一隻齁 好 這樣子帶走日狼 對 這一邊的話要記得 如果你照我這樣子做的話 一開始的那個牌珠 一定要把暗的都入成強化珠 這樣傷害才會夠 好 那現在剩下左邊的話 就是去手消全暗 但是現在場上卡暗珠 我們就抓角色珠來用齁 然後記得你是打掉日狼的話 這邊手消全暗以外不能手消到光 好 那如果你是打到另一隻就變成手消全光 然後不能消到暗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稍微去排一下珠齁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左邊這一隻帶走 好 那記得齁 只剩下其中一隻的話 一定要一回合帶走 不然西格馬也扛不住 他的攻擊會變很高 好 那現在這個就是核心的部分了 我們日狼跟月狼都打掉了 就是面對核心 那核心的話你就把它想成50%盾好了 最多就是只能打50% 那這邊一樣你可以去把增傷吹下去 那核心的血不會太多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去打掉 這邊還排到一個滿版齁 核心就不一定要整版都是強化了 對 其實這樣打過去你就可以發現核心的血沒有很多 那打掉50%之後日狼跟月狼都會回來 那這時候要再做什麼 就是剛剛的動作再重複做一遍齁 如果這邊你的 假面騎士滅還沒有跳起來 就用衣罐去把它回回來齁 那這邊目前場上剩下西格馬跟 雪未來的buff 那其實這邊講真的 你沒有假面騎士滅的話 就也只能靠究極裝甲艾克斯 我剛剛有說齁 反正你要爆發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兩個選擇 那我這邊的話是先選擇兩隻一起帶走 讓他先復活一次齁 因為假面騎士滅跳不回來了 這邊核心是CD9啦 所以直播的時候小弟好像有算給各位看嘛 最多就是 有三回合可以失誤 那三回合也很夠了 這邊一起帶走 那他們就會再一起復活一次齁 那這時候假面騎士滅就跳起來了 那滅再跳起來就是我剛剛那個動作 把他區隔開來 那區隔開來之後 就是一個單體攻擊 然後一隻一隻把他帶走這樣子 那一定要確保你的珠子是嚕到強化齁 然後鎖定右邊的日狼 這邊就是把最下一橫行 不要讓他天降到就對了 這樣子是一個單體攻擊齁 OK 這邊單體就是直接把他帶走了 再來左邊這一隻 月狼 月狼就真的是要特別注意的一個點齁 現在場上有卡案 就是只能再抓角色珠來用了 那這邊究極裝甲艾克斯也補不下去 因為你有假面騎士的招式在 他們是有對沖的 那這邊就盡量去用力轉 然後把珠子都轉成強化 這樣子傷害就會比較足夠齁 那我是抓滅的角色珠來用 那抓了之後就是去把珠子嚕成強化珠 然後盡量去把你的版面排滿 對 其實可以發現我這邊版面很差齁 那如果在很差的情況下還是有辦法過的話 那應該是 劇本OK啦 這邊左邊就是打掉了齁 好 那剩下最中間這個核心 就是隨意去轉啦 反正就 最後了嘛 看你要怎麼虐他都OK 就直接把他打爆就好 他的血剛好剩50% 所以這邊直播的時候有跟大家講過啦 最快就是4回合把這邊收掉 那最慢就是9回合內要 把核心收掉 不然他打過來也是死去齁 好啦 以上究極裝 破音 以上究極裝甲 艾克斯通關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 掰撲 我們一一 continuous 我們來看啃子 還是有一個來的 攝影 我們下一個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